这就是适应性 所以对这种地方 他不认为战争说一定多么痛苦 如果一个从小生下来就长在战争环境当中的 他会告诉你 能活着不就是来打仗的吗 他没有可比性 所以我们之所以幸福 就是我们能够想到或者看到很多不如意不幸福的东西 那么过去有个老太太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呢卖雨伞的 一个孩子呢晒岩的 好了可怜天下吃母心啊 开太阳了老太太郁闷了 这个买雨伞的今天是没生意了 下雨了老太太又郁闷了 我的晒岩的今天岩晒得了 我的儿子要吃亏了 所以老太太经常处于郁闷状态 活得不开心 一直到有一天一个老和尚跟他讲 他说你开太阳的要高兴 晒岩的儿子今天有活干 下雨了还要高兴 今天卖雨伞的发财了 老太太一听对啊 从此之后老太太一直热和喝的 你觉得科工环境改变了吗 啥都没改变 心态改变了 所以说人高兴的时候啊 看什么东西都很高兴 花儿向着我微笑 不高兴了 连狗都在骂我 这就是这样的 所以佛法就是调心了 明心见性 这是高要求 我们也不能说要求所有的人都去明心见性 但是调心 修心 养心 我们可以做到 切切实实的做到 那么 最后我们利用一点时间 要重点的讲讲 佛教的能生守则和能际规范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实用性的 一个是佛教的能生守则是什么 佛教的能际规范是什么 这个对我们有很多的借鉴仪 那么佛教的人生守则 实际上讲就是五戒 天主教有十戒 佛教有八戒 要不怎么会有诸八戒呢 有八戒 叫八观哉戒 这是五戒之外加三条 今天我们不讲 就讲根本的五戒 我们用五戒这样的词汇 跟大家解释的时候 由于这个包装太古老 大家听着 怎么又给讲清规戒律了 实际上 就是 人生守则 难道我们可以唾弃 人生的守则吗 每个人都要有人生守则 那么 这个人生守则 第一 它是永恒的 第二 它是普世的 不是说佛教徒需要这个五戒 不信佛的人不需要这个五戒 或者说只有你中国人才提倡五戒 到了法国就不需要五戒了 都需要 永恒的 普世的 哪五条呢 快知人口 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忘语 五不饮酒 而我们随朝的智者大师的伟大 就是在磨合子官当中 提到了佛教五戒 配合了武家的五常 能义 以理自信 不杀会之仁 那 所以我们过去读书人 讲仁义道德 第一次要仁 仁慈之心 那么 当一个有仁慈之心的人 他会怎么样 他会不杀 所以过去说 君子有侧隐之心 君子有好生之德 见其身不能见其死 闻其身不能拾其漏 此故君子远包厨也 为什么读书人不进厨房 佛教提倡的不杀生 用八个字来归纳 就是 珍爱生命 慈悲平等 为什么这么讲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所以我们 过去有一首诗说 劝君莫打三春鸟 只在朝中叛母归啊 你把他的妈妈打死了 小鸟就一窝小鸟都饿死了 劝君莫打三春鸟 只在朝中叛母归 他也是个孩子 他也有生存的权利 他也有爸爸妈妈 所以 这样去想的话 你就会觉得 不杀生 是一种 对生命的尊重 是一种慈悲心和平等观 那么 第二呢 叫 不偷盗 不偷盗是什么呢 就是鲁家讲的义 能以理智性的义 君子爱财 取之以道 那么不义之财 不取也 所以 用八个字来诠释 就是 奋公守法 尊重无权 该是谁的 就是谁的 要尊重无权 莫以善小而不为 莫以恶小而为之 所以 我们佛教当中 过去的寺院呢 这个 事务办公室 大家 掌握这个常识 到寺庙里去 你要去办事 要去事务办公室 找哪里 找库房 所以 可想而知 在中国古代 这么一个 农耕环境当中 谁掌握了 仓库要死 谁就是老大 就管行政 管后勤 因为彩礼油盐 就是当家的 所以当家在哪里 当家在库房里 那么现在呢 一看库房很奇怪 这个仓库 怎么看进去 又不是仓库 都是办公室 都是一些师傅 在办公 明明是办公室 怎么写 库房两个字 可想而知 当年 中国古代的 那时候 谁掌握了 仓库要死 谁管着 彩礼油盐 这就是当家的 说了算 所以 找当家的 到仓库里头去找 他在那管事 慢慢地 保留到今天 事务办公室 叫库房 那么中国古代的库房 有一幅对联 对出家的管理者 进行警醒 上面叫什么 阳琦登展 明千古 下连叫 保瘦生姜 辣万年 乍一听 听不懂 怎么杨琦登展 保瘦生姜 杨琦和保瘦 都是唐代的两位出家人 他是高僧 但不是民僧 他在寺庙里面 没有什么权力 没有什么地位 保管员而已 保管员 当家私底下的保管员 那么为什么 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会被做成对联 挂在库房 因为 杨琦这个人 他的房间里面 放着两盏油灯 办公室的时候 他点工家的油灯 那人足有私事的 你说缝个衣服 写个家书 他要很衣服的 把自己的灯点亮了 再把公家的灯 马上关掉 公私分明到这种程度 所以人们为了怀念他 除了这么一个人 杨琦灯展明千古 你这盏灯 是我们心目当中 永远不灭的灯 太伟大了 能要做到公私 这么分明 一个保管员 他弄点油灯 很正常 谁也管不了他 一盏私灯 一盏工灯 是这个典故 饱受生家那万年 怎么回事呢 半夜方丈的逝者 咚咚咚敲门 快点起床 方丈和尚得感冒了 拿点生姜啊 熬姜汤喝 你说方丈和尚在寺庙 不是最高元首啊 对不对 多有威望啊 你说这个饱受 怎么说啊 拿生姜嘛 你拿钱来 哪里有白拿生姜呢 公家的生姜可以白拿的 说的是小和尚很郁闷 跑去搞 告诉方丈 方丈说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是我错了 是应该要拿钱去买的 我个人生病 怎么可以拿 适量的生姜来吃呢 你想想看 这么一个刚正不阿的人 去管仓库 你说这个仓库 会有漏洞吗 饱受生姜 那万年 是 这个佛教界传为美谈呢 所以我们说这个 全社会 都要来尊重物权 要奋公守法 就不会有偷盗之士 大者为盗 小者为妾 顺手牵羊 偷鸡摸狗 那叫妾 盗者大盗 公开来的 暴力来的 那叫盗 小偷小摸 叫妾 盗妾 不管是道 不管是妾 是君子所不为 也必有恶有恶报 所以我们佛教讲 不投报 那这是义 那第三呢 不邪淫 鲁家就讲的理 非理无言 非理无私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花花世界 打开一个电视 放个广告 都是老公啊 老婆啊 都是这些话 所以啊 这个 看电视 进网络 啊 外界诱惑 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记得我的恩师 悟道法师 他跟我讲 他说末法时代 就是我们 佛教讲的现在已经一代不如一代的年代 末法时代啊 受持五界级高深 就是高深的标准 已经不像唐宋元明清这么高了 大家知道啊 能够受持五界级高深 可见的不要小看着五界 就这个五界 你要把个词的清净啊 不容易 末法时代 受持五界 不犯 就都可以 隆登 高深榜了 都可以做高深 那么这个不嫌疑是什么呢 就是进化感情 分担责任 彼此之间 啊 我们说 夫妻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夫妻是缘 有善缘 有恶缘 缘 缘尽自善 啊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到来 或是非 不是生离 就是死别 那么 它是一种缘 啊 这缘包括两种 相敬如宾 为之善缘 不是冤家不具头的 那是恶缘 但是善缘 也有一个保着期 恶缘 也有一个保着期的 啊 缘尽自善 天底下没有不善的宴席 那么子女是什么呢 子女是债 有讨债 有还债 无非这么两种 夫妻是缘 有善缘 有恶缘 子女是债 有讨债 有还债 他能够让你光中要主 让你的父母为他 生了他而感到骄傲 那是来还债的 那很朴素的话 来还债 那啥是来讨债的呢 那就是 为他坐由坐嘛 还得不到任何尊重的父母 但是又还的是 心甘情愿 所以说 这个债务啊 只有成为你的亲人 成为你的血缘 关系的时候 才能够 所讨成功啊 否则你躲一躲 逃一逃 还真的法 法院判了 还很难执行 但是他成为你家儿子了 不由得你不还这个债 那 这也是从 佛教三世因果上讲 那么 第四呢 叫做 不忘语 这个不忘语 在你家的五常当中 就叫信 人意理智性的信 啊 我们现在在建设 诚信社会 啊 我们自古讲 言而无信 不知即可 交朋友 交穷一点 不要紧 交笨一点 也不要紧 交一个比较难看的朋友 也不要紧 千万不要交一个满嘴没没句真话的啊 或者说听他的话你要倒过来听啊 或者打一半折扣听 那这种会又交着干嘛 你终于一定要被他卖掉啊 所以说这个 不忘语 就是心口如一 啊 就是 诚信无期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 哎 所以我 我 普陀山我住的寺院叫影秀讲院 有一幅 米勒菩萨的 石台 在这个石台上 我给他做了一幅小对联 啊 上联叫做 拜人总要 真面目 哎 这就是无期 不忘语 真面目 啊 下一教 处死 待人总要 真面目 处死 何妨 大肚皮 那肚量要大 啊 有龙来大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 我们佛教呢 历来就是说 哎 出家人不打忘语 啊 但是 时到今天 能 多少人坚持到这一点 啊 这个都是很难讲 但是他作为我们一个不变的理念和追求 是永远要坚持要宣扬的 所以当我们谈到戒律的时候 有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 戒律不是多余的 很多人一讲到佛教的戒律 马上脑海当中 闪现一个词汇叫清规戒律 方堪成语词典 指的是对人类种 额外的约束 啊 清规戒律 啊 我们 出家比丘 有250条戒 五戒是根本 啊 从五戒 繁衍开来 我们男 男众师父 我们叫比丘 说称叫和尚啊 这个 有250条戒律 那比丘尼呢 女众师父呢 348条 号称500大戒 那当然没有500条 348条 那么我们看了之后 为之惊讶 啊 你们出家人守这么多戒律 这难道不是清规戒律吗 你们这个日子过得很痛苦啊 啊 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感觉 我们现在到网站上去点击一下 有关现行的法律 法规 行规 制度 乃至办法规定 有多少 我们的法律条文 有多少 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法律的法规的海洋当中吗 是的 啊 因为现代人 肯定是生活在法律 法规的海洋当中的 一旦我们把这些东西下载一下 我估计也是有这么一落高的 但是对一个守法公民来讲 你觉得很痛苦吗 你活得很累吗 到处都是高压线 你今天碰电 明天撞头了吗 没有 对我们一个守法的良民来讲 虽然满世界都是法规法条 但是我们生活的从容自在 我们不辛苦 而这些东西只对那些不屑之徒 那有罪恶动机的人来讲 他要研究对策 要专控制 要规避什么 他活得很累 对坏人形成一种恐吓 制约 对好人 只是一种保护 没有 因此 我告诉大家 我们出家人虽然有这么多的戒律 我们并不是说活在麻烦当中 活在束缚当中 我们非常的自在 就经常过去形容出家人 闲云也喝 如果真的像大家想象的 那么多清规戒律束缚的 还能成为闲云也喝吗 所以不用担心这一些 那么 最后一条 不饮酒 每当讲到这一条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跟我探讨 说法师啊 酒是无骨酿造的 啤酒大麦做的 葡萄酒也可以吃 这饮料吗 其实我说啊 这个酒啊 不是昏与束的概念 我曾经跟他调侃 我说肥皂粉也不算昏的 那泡一杯给你喝喝你喝吗 不是说束的都能吃 还说束的不能吃 酒是束的 从昏束概念上讲 除了虎骨酒有点沾昏 其他什么酒不是束的 都是束的 但是说不能喝就不能喝 为什么 酒能乱信 就回答你四个字 酒能乱信 那么 酒厚无德 出了大量事情 特别现在醉价 是吧 那是多少痛苦的事情啊 那么佛教在几千年以来 一直受持五百大借酒为尊 不喝酒 不喝酒 他所捍卫的是什么 是人的理智 所以不饮酒 就相当于仁义理智性当中的子 这都是智者大师给配上的 配得天衣无分啊 所以啊 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和 辱教的孔子啊 真是东方圣人嘛 真理都是相通的 不分印度和中国 那么不饮酒 我用八个字把它归纳一下 就是杜绝后患 意志清零 不喝酒 我们能够杜绝后患 能够意志清零 所以始终处于理智状态 因此我在这里讲 我们出家人念经 干嘛要敲木鱼啊 为什么不叫木狗 木龟 木兔 要叫木鱼 百丈清龟 专门有一个讲法系的 这一门当中 给我们讲了它的来历 民间有一个写解 解的还很有意思 说唐僧西天取经 过通天河 答应给这个老龟问寿数 后来如来佛祖呢 忘了问了 回来老龟不高兴 那么沉下去 唐僧所有的西天经卷 都丢到河里头 后来上来晾一晾 发现是无字真经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无字真经也是经啊 被通天河里头的鱼 吃了很多 敲步鱼就是让这个鱼 快把鲸吐出来 听着也好像挺严丝合缝的 那其实 无忌之谈啊 这个百丈清规当中解释 为什么要敲步鱼 那为什么要取这个鱼 因为鱼睡觉的眼睛 都是睁着的 他没有眼言啊 所以鱼睡着的时候 只不过不动了 但他眼珠子还瞪着呢 告诉我们 出家人修行啊 要昼夜不迷 那闭起眼睛来打瞌睡 算是迷了 眼睛睁开来是醒了 昼夜不迷 要像鱼一样 那当然做不到 但是这是对你的一种警醒 一种象征 所以乔木鱼 做成鱼行 就告诉大家 眼睛灯得亮亮的 也就是说佛教 真的是指一个非常强调智慧 强调警醒的一个足教 所以大学者梁启超先生 他的这个拳击 叫引兵式拳击 在引兵式拳击当中 有一篇文章 叫论佛教群治之关系 是发表在日本 迎接一批中国留学生的讲演 其中留下了一句名言 但是在社会上 可能被人为的删掉了 忽略不讲 他就讲佛教是决性而非迷信 这是梁启超讲的 是决性而非迷信 但是在社会上 可能被很多人给忽略掉 不去谈 我们大可以谈梁启超的文化品位 他的贡献 他的中国心 但是不会去告诉我们说 梁启超讲过 佛教不是迷信 而是决信 孙三先生讲过 佛教是哲学之母 研究佛学 可以补政治之不足 这些话 可能我们很难听到 但却是事实 那么因此讲 这个酒能乱信 所以酒这条界在五界当中 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喝酒本身不是罪过 不是罪过 但是它容易导致 我们不愿看到的局面 所以我把它形容为 它是电脑的一个杀毒软件 是防火网 它起的作用是捍卫和保护 前四条界的贯彻实施 只有你不醉 你才能不杀 只有你不醉 你才能不撒谎 只有你不醉 才不能乱搞男女关系 一旦鸣鼎大罪 该干的就干了 干完咱后悔嘛 所以这个酒 要让你始终保持在一种 清醒的状态 来贯彻前四条戒律 所以佛教把前四条戒律 称为信戒 什么叫信戒 就是原则性的东西 后面这一条酒戒 叫遮戒 像遮羞布一样 遮一遮 它起一个挡一挡 防护墙的作用 那么在讲到不喝酒的时候 我们还有点时间 可以讲讲 为什么佛家宣传不吃肉 那么 真正意义上讲 佛教的不吃肉 绝对不是出于 说是美容考虑 养生考虑 经济成本考虑 环保考虑 这都是它的第二亿和第三亿 只不过现在拿来跟大家说事 因为大家比较能够接受这些理念 佛教的第一原因 就是慈悲心和平等心 站在慈悲心和平等心的角度 谈不杀身的 不是为了要健康要美容要环保 这是第二亿 但是它确实能够给我们 带来类似的副产品 那么我今天讲的能应该 以素为主 是站在生理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知道动物界 根据它的饮食分为三大类动物 一类叫肉食类动物 只吃肉不吃草的 一类叫素食类动物 只吃草不吃肉的 一类介乎两者之间 有时候吃点素 有时候吃点肉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能类 又吃点肉又吃点素 但是 我们人的原始设计 到底是偏素食类动物 还是偏肉食类动物呢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 好像人是偏肉食的 因为如果来个全民公爵 或者投个票 愿意吃素 喜欢吃素的人肯定占少数了 愿意吃海鲜的人肯定占大多数 所以我们会觉得 人应该好像是偏肉食类动物 但恰恰不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 这个决定动物的种类的 可以从它的牙齿来辨别 肉食类动物全牙发达 鳄鱼啊 老虎 狮子张开来 血盆 大虎 虾死人的 牙齿跟冰子一样的 很尖锐 为什么 要撕咬肌肉 因为它是肉食类动物 它要撕咬肌肉 所以它的牙齿是全牙发达 素食类动物呢 磨牙发达 很整齐 很扁平 因为它只需要咀嚼 不需要撕咬 那么我们拿着镜子 照照自己的嘴巴看看 你到底是全牙发达 还是磨牙发达 我们的牙齿只有四颗是全牙 上面两颗 下面两颗 还长在边上 不是长在镇中 俗称叫老虎牙 这四颗牙齿是给你们吃肉用的 剩下的牙齿都是吃素用的 这是从牙齿上 接下来跟牙齿相配套的是 内在的消化系统 我们说的肠类 肉食类动物的肠子很短 为什么 因为这个动物脂肪蛋白很容易消化 不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消化过程 那么什么东西很难消化 植物纤维很难消化 所以凡是素食类动物 都是大肠套小肠的 像人一样 整个腹腔差不多都是肠子 一圈一圈跟盘黄一样 干什么 消化很烦啊 那么这种设计是什么设计 不是肉食类动物的设计 是典型的素食类动物的设计 所以达尔文才告诉我们 人从猿猴进化来 但就对了 人的老祖宗是桃子的 猴子变的 这大白发吗 所以 在整个进化当中 我们能死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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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